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是主播大集 昨天乌军再次用无人机袭击俄境内 多个州的军事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其防空部队在其领空共摧毁了18架乌军无人机 其中在俄罗斯南部的布良斯克地区 共有11架无人机被击落 另外三架则是在比尔格勒德上空被击落的 比尔格勒德是俄罗斯2022年 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基地 而其余无人机则是在库尔斯克 图拉和奥莱尔地区上空被击落的 实际上图拉地区的叶夫列莫夫斯卡亚火力发电厂 和叶夫列莫夫合成香蕉厂预袭起火 火势凶猛 俄罗斯坦波夫州长马克希姆叶格勒夫 在TG平台上表示 一场爆炸震动了俄罗斯坦波夫地区的比奥金生化工厂 并引发了短暂的火灾与此同时 与莫斯科接壤的图拉地区州长表示 乌克兰无人机损坏了叶夫列莫夫镇和卢日科夫斯基村的两家酒厂 但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长表示 乌军的另一起无人机袭击 摧毁了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地区的一座锅炉房 和一栋非住宅建筑 哈尔科夫前线昨天 俄军集结兵力四次突袭了沃乌昌斯克地区 不仅没有成功 而且损失惨重 乌军击毙了121名俄军 摧毁了61套的俄军装备 根据乌克兰防空司令部发布的最新消息 俄军昨天中午对哈尔科夫州 金普拉托尼夫卡村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中 造成了两名平民死亡 晚上对哈尔科夫市区的袭击导致了9人受伤 其中一人为5岁儿童 红军城闲线 昨天 普克尔内村附近的俄军阵地上 筑起了一面朝鲜的国旗 不过 这可能只是俄罗斯人的心理战 目前 这里应该还没有朝鲜方面的战斗人员 有视频显示 由于俄军严重的缺乏装备 昨天俄军一支机械部队 约500人 每人配发了一支冲锋枪后 上级命令他们 靠两条腿向乌军阵地冲锋 结果200人死了 300人重伤 指挥官也只剩下了一个 与此同时 乌军已开始组织反戏 一天来 乌军第十四突击旅 切尔沃纳卡利纳特种侦扎连 攻入了俄军阵地 卡拉达格第十五作战旅 也在西里多维郊区 与俄军发生激战 将战线前退了五两百米 库拉西夫卡前线昨天 飘坐停顿后 俄军在这个方向 集结人马 重新开始进攻 卡捷利尼弗卡 并从东面接近该进入点 根据乌克兰军方消息来源 俄军的进攻 已经被击退了 但俄军又重新集结了 更多的装备 很可能即将开始新轮的进攻 库斯户内前线 卡特里尼弗卡的俄军 越过了沃尔齐亚河部口后 进入了佐里亚内中部地区 在学校里插上了旗 乌军则在离学校 不远的聪远会和文化宫里 构建了阵地 与俄罗斯 GFB频道曾在10月19日宣称 俄军已解放了该村 如今正在努力地实现 吹嘘过的目标 同时 乌军还摧毁了俄军一套 布克M3防空系统 这套系统当时 部署在了 距顿巴斯前线60公里处 采购价5000万美元 GFB前线昨天 北俄军占领的 埃内尔·霍拿尔镇 突遭轰炸 当地的一个加油站 率先被击中了 随后布进一个储油库区 发生了爆炸 并引发火灾 剧烈的哄响声不断传来 火势也向周围蔓延开来 但目前爆炸原因未知 还无法确认是 乌克兰发动的攻击 另外 乌克兰能源部表示 由于GFB核核战 当天下午遭到俄军的炮击 连接扎布鲁热核 核电站与乌克兰能源系统的 两条输电线被切断了 目前扎布鲁热核电站 仅由一根电线供电 这将会造成核辐射安全危险 乌总参最新战报信息 昨天整个乌克兰前线 发生了134次战斗 少于前天的167次 俄军在战场 以累计阵亡人数为 681,568 一天里新增损失1350 摧毁俄军坦克8辆 装甲车24辆 火炮系统34本 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2套 防空系统2套 无人机71架 运游卡车等77辆 特种设备20套 俄军内库尔斯克前线 昨日 乌军第47机械化旅 在41机械化旅 95空中突击旅 第一坦克旅和第17坦克旅的支援下 对新一万诺夫卡西部发动了反击 并向前退进 以对马拉雅 洛克尼亚以西的俄军突出部 形成了包围之势 在这次反攻中 乌军首色将 布莱德利M2步兵战车和 埃布莱姆斯M1坦克联合使用 效果非常不错 前线士兵表示 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与埃布莱姆斯坦克的 结调行动 对于入侵者来说 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另外 乌韩空军使用了两枚 法国SM制导炸弹 袭击了库尔斯克地区的一座 由俄罗斯无人机操作员 使用的建筑物 几乎将这里的俄军 无人机部队团灭了 目前这里的俄军 已经转入了全线防御 还炸毁了多处桥梁 阻止乌军推进 看来俄军兵力 着实损耗过大了 后勤提供的人力与军制资源 以支撑不起继续进攻的消耗了 从俄军阻止战争 可以一般亏爆 单日死伤1710人 坦克装甲火炮等重装 损耗112套 任何国家军事资源都不是不限的 如今精疲力尽 士兵厌战情绪严重 譬如 在克拉斯尼莱曼地区 作战的俄第25军 第19坦克团的士兵 昨日发布的视频 怒斥俄军指挥官 每天都让士兵冲锋 突击队往往拾去一回 回来的艺人 还要参加下一场突击 部队伤亡高达91% 这样的视频有好几个 既有风暴罪部队发布的 也有禁卫部队发布的 这说明 库尔斯克的俄军部队 士气十分的低落 据说俄罗斯良战政府 拒绝为一名阵亡俄军的 遗孀支付丧葬费用 理由是他的丈夫 是在库尔斯克赠亡的 这也是对在库尔斯克 作战的俄军士兵 不满的原因之一 据悉 克里姆林公明确宣称 俄军在库尔斯克的作战 是反恐 而不是特别军事行动 自然得不到特别军事行动 参与者应得的各种待遇 包括巨额抚恤巨金 正常情况下 此事件对库尔斯克参战的俄军士兵 一定会有消极影响 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 乌军将很快发起反攻 于我两天前文章中预测的乌军 在一周内要在战场反攻 说不谋而合 俄罗斯电报频道传出消息 乌军正在集结部队 很可能会发起大规模的反攻 前线一些部队情绪紧张 目前还无法判定乌军的反攻方向 路德社消息 21日 美国防长莱德·奥斯丁突访基辅 与斯林斯基总统会晤 奥斯丁表示 当欧洲最大的军队成为侵略力量时 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试图否认4000万人口国家自治时 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打击 当一个独裁者将他的帝国幻想 置于自由人们的权力之上时 整个国际体系都感到愤怒 这就是为什么来自地球 各个角落的善意的国家 都挺身而出的保卫乌克兰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盟友 自豪的成为乌克兰的军火库 紧接着奥斯丁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一项 4亿美元最新的军援计划 其中包括海马斯火箭系统机器弹药 15和120毫米炮弹 标枪 ZT-4反坦构导弹 毒刺防空导弹 附军占助导弹的乌军所需的弹药 另外 美国正在为乌克兰准备8亿美元的无人机制造基金 以加强乌克兰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 细心的独有或许会发现 美国在上周 刚刚向乌军发送了4.2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这个周一又突访了基辅送上了4亿美元的大礼包 要知道2024年美国援武品率是两周3亿美元左右 如今一周就12亿美元 且得救惊人的意思很清楚了 要乌军不担心武器弹药放开了打 由于最近乌冬俄军在连续发动进攻 古莱达尔丢失了 托里斯克战线胶着对乌军前线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如果不能及时的改变战场态势 乌军冬季将陷入后勤灾难 特别是现在北韩军有派来了大量的部队参战了 至少美国政府不可能在美国大选期间 让乌克兰处于不利的态势 昨天乌克兰外交部 严厉的谴责了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德雷斯 这次他接受了俄罗斯总统 弗拉金米尔普京的邀请 参加金砖国家峰会 却拒绝了泽连斯基6月 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的邀请 乌克兰外交部表示 然而他确实接受了战犯普京的邀请前往喀山 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不会促进和平视野 他只会损害联合国的名声 另外顺带提一下最新消息 巴西、古巴和塞尔维亚总统 先后宣布无法出席 即将在俄罗斯举办的金砖峰会 古巴总统理由是正在处理能源问题 而塞尔维亚总统则是由于 日程上有计划已久的活动 此外 哈萨克斯坦也表示不去俄罗斯参会 这样克里姆林宫有一些气急败坏 宣布禁止从哈萨克斯坦 进口西红柿、辣椒和瓜类 对于北韩向俄罗斯派出四个旅团规模的 特战部队士兵俄罗斯参战一世 韩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1日称 北韩派遣特种部队 增援俄罗斯作战 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非法的行动 并表示对此予以严厉的谴责 当天韩国外交部还召见了俄罗斯驻首尔大使 敦促北韩军队立即撤出乌克兰 韩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金鸿军 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我们强烈谴责俄罗斯与朝鲜的非法的军事合作 包括向俄罗斯派遣军队 金鸿军警告俄罗斯大使 格尔基基诺维也夫 首尔将与国际社会合作 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 应对任何威胁韩国核心利益的行为 俄罗斯驻韩使馆 则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 俄罗斯同北韩间的合作 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 并不违反韩国的安保利益 这也是韩国国情院 公开北韩向俄罗斯派兵消息之后 俄罗斯首度公开进行回应 也间接证明了 莫斯科已经承认 北韩出兵帮助俄罗斯参战了 但俄罗斯总统西文秘书佩斯科夫 却不予以承认 他说韩国所声称的美国国防部 却称未得到证实 佩斯科夫同时表示 朝鲜是俄罗斯的近邻与合作伙伴 双方全面发展双边关系 这是双方的主权权利 任何国家都不应为此担心 因为俄朝合作并不针对第三国 已经到人家领土参战了 还不针对第三国吗 竟然睁眼说瞎话 再说北韩赴乌克兰帮助俄罗斯打仗 投什么呀 俄罗斯给朝鲜提供什么呢 粮食石油导弹技术核技术 正常来说应该是粮食 因为朝鲜这两年粮食欠收 人民处于饥饿中 温饱毕竟是人类的第一需求 但恰恰相反 西方的卫星并没有监测到俄罗斯 向朝鲜运送一粒粮食 那么第一是导弹技术与核技术 从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以及俄罗斯日前公然承认 北韩中和地位来看 北韩投的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的技术 包括核武器技术 防空电子系统和导弹技术等 这肯定危害到韩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令韩国担心而表示强烈不满 为了反制俄罗斯和北韩 韩国终于开始考虑 给乌克兰直接送15毫米口径炮弹了 不仅如此韩国还要派遣情报人员 和专门从事朝鲜问题专家 去乌克兰前线 韩国政府相关人士表示 若朝鲜的军事部署规模迅速扩大 美国乌克兰等国际社会 对韩国的武器支援需求 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我们别无选择 任何人都知道我们的苦衷 理解我们的做法 我们只能重新考虑 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 德新社10月21日报道 摩尔多瓦20举行总统选举 和关于加入欧盟的宪法修正案 全民公投 根据摩尔多瓦中央选举委员会 21日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在竞选总统方面 没有候选人 在20日的总统选举中 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 现任总统马亚桑杜 与社会主义者党支持的 亚历山大斯托亚诺格洛 将进入11月3日进行的第二轮角逐 入欧盟的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 最终计票结果显示 宪法修正案支持者占50.46% 反对者占49.54% 公投的投票率为51.4% 以现任总统马亚桑杜代表的 宪法修正入欧盟法案的险胜 报道称 在投票结束后的几个小时内 桑杜指责有国外反民主势力 对选举过程发动前所未有的干涉 并称有30万张选票被与外国势力 勾结的犯罪团伙收买 总统马亚桑杜指责俄罗斯 在摩尔多瓦选举中 搬设了选举 美人发1000卢布贿赂摩尔多瓦选民 去支持亲俄的候选人 斯托亚诺格洛 据报道 俄罗斯21日敦促摩尔多瓦总统马亚桑杜 提供操纵该国选举的证据 这次克里米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又发话了 他说 如果他说他得票太少 是某些或其他犯罪团伙造成的 那么他应该提供证据 佩斯科夫指责 桑杜政府进行了不自由的选举活动 因为亲俄反对派被剥夺了竞选机会 他指出几家俄语媒体被封锁 显然佩斯科夫的意思是 嫌俄罗斯对摩尔多瓦的选举干涉的还不够 还不彻底 没有能够将宪政派一下子拉下台 还差那么一点点 这脸皮真够厚的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 梅德·韦杰夫通过其TG频道 对美国发出了严厉警告 美国若不放弃其统治世界的野心 可能会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战争 这后果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彻底灭绝 梅德·韦杰夫在帖子中明确指出 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控制旧世界 而是企图实现对全球各个地区的绝对统治 然而他强调这种霸权政策不仅无法实现 反而会导致西方特别是欧洲 在国际舞台上的削弱和羞辱 破坏现在的多级全球秩序 作为曾担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曾经在许多年中与普京在俄罗斯政坛演二传 因为他的表演出众 在之后继续担任资深政客混迹俄罗斯政坛 闲来无事竟然以世界最独口的政客闻名天下 尤其在俄罗斯对乌汉战争和西方对俄制裁政策的方面 梅德·韦杰夫经常破口大骂 不仅要美国崩溃 还要人类毁灭 不过他的这些咒骂居然并不被欧美西方正看一眼 还受到忽略了 也难怪 西方人从来不怕你骂就怕你做 光用嘴炮从来是无能的表现 这让梅德·韦杰夫越骂得起劲就越尴尬